1962年中印交战,印度溃败,但他却并不甘心 印度史学界表示,若是印军在战争初期,就果断动用空中力量,那么很有可能会取得胜利 除此之外,印军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若印空军参战,结局将不同 那么,印度当时明明拥有着战局优势的空军力量,却为何按兵不动呢? 如果印空军参与中印之战,真的能扭转战局吗?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一起探寻中印战争中印度未出动空军的背后原因 进入主题之前,希望您可以长按点赞两秒,并关注一下,给我一个知识 其实在中印之战爆发初期,印空军首任参谋长就要求调集战机 对我国军队的补给线展开空袭,但却被印度高层给否决了 因为当时印度从美国的情报部门中获取一个消息 称我国的空军部队已经在西藏某地部署了苏治的图四轰炸机 此战机的作战半径覆盖整个新德里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印度空袭我国西藏 那么极有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遭到我国的强势反击 所以印空军初期参战的请求被搁置了 那么印空军当时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事实上,1962年印空军的水平要稍稍地领先于我国 印度空军组建于1932年,受英国人控制 不过即便如此,它也在配合英国空军进行的对日作战中 早早地就获取了空中作战的经验 等到了1948年印八分治,原本的印度空军被一分为二 独立的印度从中继承了不少遗产 其中共计有200多架各型的飞机 后来,印空军也没有一顿地吃老本,开始着重发展空军 接着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各国手中购买了不少型号的战机 一定程度上扩充了空军的规模 等到60年代初,印空军一跃成为亚洲当时最强的空中力量之一 不仅拥有着1000多架的各型飞机 而且还组建了相当有规模的空降部队 再看彼时的中国空军 虽然早在中印战争爆发前 我国空军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接受了洗礼 并且还取得了不久的成绩 但1962年的中国空军面临着许多疾待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空军的组建和发展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截止到60年代初起 我国在苏联的援助下 确实是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作战体系 我们仿制苏联米格时期制造的歼5战斗机 也以装备部队 并且苏联还为我国提供了SAR防空导弹等尖端武器 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空军的实力 在50年代的国土防空作战中 我国空军就取得了骄人战技 客观地看来 当时我国空军不管是在技术上 还是在武器装备上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的距离并不大 并且我军士气高涨 临危不乱 敢打敢拼 绝对是一支具备较强作战能力的空中近律 可随着苏联与我国关系恶化 于1960年8月 停止了对我国的军事援助 并且还中断了空军所需的备件等器材的供应 由于我国无法再从外部获得足够的备件 所以空军的出行率很低 并且基于当时我国国内的生产力 歼5战机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批量生产 因此在1962年 我国空军所装备的战机数量并不多 只有少量的米格17 1228 还有米格19 从数量上看 印度空军确实占据优势 并且彼时的印度 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撑腰 后备力量也有所依靠 那么既然如此 印空军为何会在中印之战时 按兵不动呢 首先就是印度被我军的战力给震慑到了 要知道 中印之战爆发时 朝鲜战争刚打完不到十年 我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都能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展开矿日持久的较量 并且最终还打赢了战争 这足以证明 我军拥有着强悍的实战能力 就算武器装备落后 也能力挽狂澜 掌控战局的胜利面 而印度眼见美空军屡屡在我军手中失利 不断战败 不免受到了极大震荡 并且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中 中国空军还显露出来不中小觑的实力 而且当时印度从掌握的资料中看到 哈姆空军的骨干战机从性能上看 不比我军当时装备的苏制战机先进 所以印空军参谋长 只敢派运输机给地面部队提供运输 侦察等方面的帮助 除此之外 印度还错误地估计了我军的真正实力 在战争爆发前 印度并没有对我国部署在中印边界的军事力量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中印之战爆发首天 印空军在冲突开始后的三小时后 派出了一架C-47运输机 前往驻克其朗的陆军第七旅空投物资 可当他们刚抵达目标上空 就突然迎面遭到了连串炮弹的攻击 印军飞行员瞬间乱了阵脚 顾不得空投物资 便仓皇逃离 向印军运输机发射炮弹的 并不是我方战机 而是高射炮兵部队 虽然在这场战争中 我方也未派出空军部队 但早在战争前 我军就针对可能会遭到的印军空袭 进行了相应的防空准备 从后方调动了高射炮团部署到参战各部 一边占领阵地 一边防御空袭 只要看到有印军战机飞入我方领空 就对其进行坚决打击 将其逼退 而印空军在首战当天 却忙着到前线空投 显然是没有估计到 我军还有如此厉害的防空作战力量 除此之外 印空军通过分析我方空军 在朝鲜战争中的作战形式 判断我军的机动和补给 主要选择在夜间进行 而印空军缺乏基本的夜间作战能力 也无法对擅长夜战的我军部队造成有效伤害 不过让印空军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当时我国西藏并不具备支持空军作战的基础条件 也没有可供我方空军作战使用的机场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 西藏从未修建过机场 直到1956年 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民用机场才修建成功 而这座民用机场 也就成了我方在中印战争中唯一可用的机场 不过也仅仅是能在上面部署少量飞机 无法到中印边界作战 除了没有机场可供立足外 在中印边界进行空战 还面临着一个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 那就是藏区的恶劣气候 而这也是印度不出动空军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在空气稀薄 气压低的环境下 飞机上所搭载的设备很容易受到影响 而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 不仅气候恶劣 复杂多变 而且还缺少氧气 很多地区的气压不到平原地区的70% 所以该地一向被视为空中飞行的禁区 驼峰航线也素有死亡航线之称 这一点在二战期间 美军执行驼峰空运任务时 所历经的牵写和数百架飞机失事中 就能得到印证 而且高原反应给飞行员所带来的影响 也是无可避免的 这对于飞行和维护都十分不利 虽然在1957年至1960年间 印度飞机入侵中印边界西段 多达113次 其中还多是战机 多年来的边界飞行 使得印度飞行员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高原地区的地形气候较为熟悉 但即便如此 印空军也没有在高原地区作战的丰富经验 入侵边界和作战所面临的环境不同 青藏高原的恶劣气候 不利于双方交战 除了环境因素外 还有的就是英美的介入 驻印度大使加尔布莱斯 花费了很多时间给印度施压 并且还谎称 我国在边界地区部署了许多战机 以此来让印度放弃派空军 加入中印之战的念头 战前 美国大力援助印度 为何到了战时 他不仅不帮忙 反而还要吓唬印度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美国不想扩大战争 要知道 当时美苏之间的对抗 正值高峰期 并且美国还在越南境内开辟了战场 承受着双重压力 要是他以任何形式明确地支持印度 那么说不好 就会刺激到苏联 与此同时 他也并不清楚 中苏之间的劣系究竟有多大 如果印度派出空军参战 而在藏区没有空军机场的中国 很难派出战机抗衡印空军 那么当时还没和我国彻底闹僵的苏联 为了应对南亚的危机 很有可能就会借助其中 帮助我国 而苏联和我国的关系 说不好就会因此重新缓和 这对美国而言 不是想看到的结果 并且苏联一旦参战 那么中印战争的规模 将会逐渐扩大 并最终引起大规模冲突 而彼时正要与越南 大打出手的美国 并不希望自己再被卷入 另一地区的重大战争 此外 美国在战前之所以支持印度 只是为了达到借印度的手 遏制我国的目的 同样 战前援助印度的英国 也不希望和我国发生正面对抗 他们认为 我国不会对他们在南亚上的利益 造成危险 他们的主要目标 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并且巩固英联邦与英美关系 一旦战争扩大 那么他们的根本目的 说不定就会泡汤 因此 美国极力劝说印度不要动用空军参战 以免扩大中印战争的范围 在中印之战初起 美国派遣航母出现在印度洋 使向孟加拉湾 但实际上到了战事阶段 印度在节节败退时 请求美国帮助 这艘航母从始至终 都没有给予过支援 而印度对于美国拒不支援的行为 非但没有强烈地表示不满 反而还相信了美国的说辞 认为出动空军 会导致中国空军的强烈反击 所以在之后的中印之战中 尽管印度屡屡溃败 印度空军也毫不作为 完全成了这场战争的观众 战争结束后 印度仍对中印之战心存余悸 于是开始加强自身的空军力量 后来 美英 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等国 于1963年 在印度联合举行了军事演习 以检验印空军的防空能力 此外 美国还为印度提供了运输机 防空雷达 同意在美国本土为印度训练一定数目的飞行员 英国则为印度海军提供潜艇训练 加拿大派出了一个中队的野牛运输机 印空军在西方各国的帮助下 实力有了一定的提升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印度真的出动空军参战 真的会扭转战局吗 正如上面所提到过的 我军就算不出动战机 也能对印空军造成致命打击 因为我们空军除了战机外 还有着非常优秀的高炮部队 在曾经的朝鲜战争中 创造了击落美机2300架 机伤7500架的惊人战机 是朝鲜战争击落飞机最多的部队 在援助抗美援朝中 从1965年至1969年 我国高炮部队 共有5批先后入越作战 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比美军先进 使用的还是老旧的85毫米和37毫米高炮 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 我军也沉重打击了美军敌机 用实力证明老师装备的威力 也不容小觑 在入越作战的三年多时间里 我国的高炮部队 共和敌人交战2153次 击落美机1707架 机伤1608架 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 而印空军的实力不如美军 所以就算印空军在1962年参与中印之战 也定会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 在中印之战中 我国再次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新中国即便是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 也是不好惹的 中国军队即便装备落后 也能以较小的代价 取得了重大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海陆空三军的实力越来越强 国防能力日新月异 我们爱好和平 但绝不惧怕战争 我们需要再评论 我们 期待 我们再评论